來到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偉恩 哇我們的隨機冒險竟然來到第九集囉 哇每一集比每一集還更精彩的 對啊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個超級神秘的地方 你能猜到這裡是哪裡吧 我們就開始本集的隨機冒險 五九五八五七 喔新代田 OK 好新代田 OK 煉馬春日丁 卡拉吉達 完了OK 他紅...可能不用抽備用了 欸請問一下 怎麼D卡已經到河邊的麵包店了 對啊我們自己距離河邊 34公里以外的高原市的麵包店 對因為我們怕 就是做過去肚子太餓 所以呢就先買點東西吃 對河邊有什麼真的不知道 我們今天要去哪幾站啊 我們今天要去 四站 然後河邊 唐木田 新代田 跟煉馬春日丁 因為 這幾站 相距都蠻遠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抽 物備用了 我們第一站 從高原寺 坐大概一個小時的車 來到河邊 然後河邊已經是位在青梅市 就已經不是東京都會23區 然後平常 我們比較常掛的地方在這 然後 這邊大概是吉祥寺 然後它其實已經算是 靠近奧多摩 的 一站啦 我們現在來到了 河邊 河在哪裡 沒有河 不過我們剛剛一下車就已經先看到有一個 超大的 所以再怎麼樣都有可以掛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去查行程吧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走的站一出來 其實還蠻大的 有空橋 對 然後有 Eon 剛剛進來大便 結果發現這個 Eon Mall 超大的 蠻適合這邊附近的 另外 購買自己的日用品等等 對啊 剛剛那家溫飲養瓶超大的 我們現在人在車站附近 因為現在已經接近中午 所以我們先到這個 MEN RAKU 一個拉麵店 然後看起來評分還OK 然後660個評價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去這邊吃吃飯 之後呢 這邊應該最大的景點 雖然距離 就是河邊有一點點距離 但是因為這附近沒有車站 所以我覺得選這邊算是蠻合理的 是一個這個 潮船艦納寺的觀音室 然後好像蠻多文化才可以參觀的 又到了我們的地區城鎮review時間 你覺得河邊這一站怎麼樣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的 還更加的有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開發過 平常那種可能四五十年以上的 車站一出來可能有點髒亂 我覺得這邊算是 道路有規劃 然後又有人行道 然後車站前面又有好幾個 叫什麼 shopping mall 然後一路上都有一些餐廳 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覺得呢 對啊 因為我剛剛一下車是想到 有一點點像金城益軸 但我覺得這邊的商業設施 或生活機能的規模 好像比金城益軸還要再更來的完整一點 對 只是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河在哪裡 只不過它確實比較遠啦 所以好像感覺蓋很多大大的東西也比較合理 對 但是我覺得比上次煉馬區那邊好 可是這裡比較 好像比較舒服吧 對啊 煉馬那裡有點吵雜 然後車子好多 對 比較遠的住宅區的好處就是他們那種 不管是Family Restaurant還是什麼餐廳啊 都會這種超巨大一家 對啊 而且呢都有附停車 停車位超多 欸什麼都賣 壽司、壽拔跟洞都賣 對對對 反正假日的中午來這裡吃飯就對了 對 感覺在河邊沒有買車可能不行 對啊 因為這邊 不然就知道騎腳踏車 不然就像我們來這邊只能用走 對 然後走到岩傳觀音要走36分鐘 在這個台灣來說簡直是不行 不太合理 我覺得連在東京也不是很合理 來這邊逛百元商店 也要開車 對 而且這邊的Supermarket 每一個看起來都像一個單獨的shopping mall 超大 我還沒看過這家什麼 伊娜、二娜街啊 可能也是一些地方 或是遠一點的地方才有 OK 好如果你要買西裝的話請到這一棟 買Aoki的西裝 呵呵 一切都 這裡的一切都好大 真的 我們是來到台中吧 真的 真的 怎麼店家都超大的 這感覺YAMAHA音樂教室給一整棟 沒想到河邊這邊的 我們剛剛想吃的 ZUKE MEN 粘麵店 居然大排場有排到外面來 我剛剛以為隨便進去就好了 真的是 你小看河邊人了 嗨 這邊竟然已經有類似茶園 而且 已經完全是 鄉間田野了 我們走40分左右呢 終於來到 鹽船觀音寺啦 這個園區 有點出戶意料的大 對啊 我們剛剛聽過那個人亡門啊 它上面寫 我沒有看很仔細 但是它好像已經有 快要 500年的歷史 就那個木造 都有500年的歷史 太誇張了 真的 日本處處是古蹟 真的 這個阿彌陀堂 是國指令重要文化財 然後裡面的 聖觀音菩薩莉 像是青梅式的有形文化財 然後我們走了一小段進來 看到這邊有一個 鹽船觀音的大山木 對就是這個 然後它的高是 43米左右這樣子 很高耶 很厲害 那本堂也是非常非常有歷史 起碼有四五百年以上 然後它還是國家重要文化財 試停時代就蓋好了 然後它這邊有滿多 不一樣的歐明孵孵 然後 有一個很像那種 光明燈的 光明蠟燭可以點 好 那我們就在 往裡面再逛逛吧 好啊 它裡面還有超大的觀音 欸 這個園區 已經有一點那種 日光那邊的感覺 真的 而且 真的非常非常有歷史 我覺得 只是因為它地點偏一點 我覺得它應該也是 會是非常非常有人氣的一個 景點 對啊 而且 這邊都是在山的裡面 對啊 群山環肉 然後那一球一球都是杜鵑花 所以等到 春天的時候 應該會超級不得漂亮 然後配上後面那個觀音箱 好啦 肚子也餓了 我們就在這邊 吃個 瘦巴巴 Let's go 好 我點的是豆皮的烏龍麵 麵比我想像中還有嚼勁一點 我覺得還不錯 它旁邊那個麵 應該就是我們在 完規字面看到就是旁邊 加一匙 會加一匙的那個 應該就能排除 好 那我就來 試一下它的豆皮 那你知道 集缸禮帆的廣告已經被 知道了 好 對 換成一個 不一樣的人 對 不一樣的人 對 要政治正確 嗯 豆皮 豆皮蠻好吃的 它是那種 超級超級 然後 很軟爛的豆皮 還不錯 那我們吃飽飯了 其實剛剛那個 中餐的烏龍麵 我覺得出乎意料算蠻好吃的 好 然後因為這邊其實是這個叫什麼 觀音 觀音堂 觀音寺 之類的 那因為那邊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有一個小小的觀音巷的頭 所以 我們現在呢 要去 繞路 然後走到這邊的重點 觀音 參拜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季節啊 是12月初 那 沒有想到來到觀音寺這邊 既然可以看到一些 剩下來的 風紅啊 然後 風黃之類的 非常的漂亮 這邊往下看啊 整個景超棒的 那我們就上去看看觀音吧 讓大家知道啊 這個觀音寺啊 其實有1350年的歷史 真的超級5比9 那我們參拜結束後 到我們下一站 唐木田 Let's go 接下來我們再坐大概 一個小時17分鐘 從北的河邊往唐木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呢 距離市區的話 其實還是蠻遠的地方 沒想到我們剛剛在 我們剛剛在 Tama Center 轉車嘛 對 然後一到Tama Center 的時候 車子組裝全部都下車了 下車 是因為我們要去唐木田 對 沒有人要去唐木田 剛剛還有 零零星星還有一些人 然後門一開 全部下車 所以說那麼大人 都去唐木田吧 結果沒有 我們大家都是唐貓生產 差點以為是終點站 對 期待嗎 唐木田 收手 想在唐木田吃好料的嗎 不要搞笑 呵呵呵 因為 現在已經 四點了 對 差不多要吃 冬天 天灰很快 對 天灰那麼空的車子 對 我們剛剛又多做了一站 然後現在來到唐木田終點站 我們來查一下有什麼吧 看這個車站沒什麼人 可能查不到什麼東西 我猜 可是這車站很大 對 車站超大 然後這車子超長 搞不好平常上班的人潮很多啦 我猜 對 但因為今天假日嘛 對 對 要掰 其實這周遭應該是非常非常住宅區的地方 所以我們打算趁天色變暗之前呢 我們就到這個小公園 然後往下走 然後什麼 阿美利卡 就是可能可以看楓葉的地方 然後這邊好像有個小小的觀景台 然後再走到這邊 然後就可以結束我們的行程 就往多摩 金王多摩森台回去 對 因為主要是因為現在是冬天 再過半個小時天就會黑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去拍這些 趁白天還有光的事 車站出來 嗯 有一種 也不是很偏僻 但好像也沒有到超繁榮的感覺 對 但我覺得居住環境還不錯 它整體車站外面弄得很漂亮 然後也是有一些超市啊 然後行人能夠走的地方也是蠻不錯的 算蠻乾淨的 對啊 應該就是不錯的住宅區的感覺 然後天黑的很快 我們今天又黑了 趕快走 趕快走 我們現在離車站應該三五分鐘 對 走路的地方 然後我剛剛有發現 就是跟上一站比起來 這邊的集合住宅啊 是新的 對 就感覺是近可能 十幾二十年才蓋的 我第一份工作在新宿 然後我有一個前輩 他就是住在唐木田 然後所以他以前搭小田急 應該上下班 雖然是有點遠 但我覺得如果搭到快速的話 可能一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到吧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適合 有家人居住的環境我覺得 好我們來到賀木溪公園 好我們現在開始 影片節奏非常快 因為大概在十五分鐘 天就會黑了 因為我們跑著 我們會啪啪啪 好這個公園很棒很讚 耶 但其實好像也不用特別走下去 因為從這邊就可以 至高點就看到賀木溪公園這樣 對而且這是東京隨機冒險 不是東京旅遊介紹 對 好不用特別下去其實 但其實還蠻漂亮的 紅葉的時候應該還不錯 對 所以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 趕時間的製作團隊 會怎麼樣製作影片 對賀木溪公園 其實也不大啦 也沒什麼好揍 對 大概一眼看完 對幸好這邊有制高點 好賀木溪公園結束 一分鐘結束 呵呵呵 這邊就感覺真的是很純的住宅區 對啊 都沒有任何相伴什麼 大家可能晚上六點回到家吃個飯 可能也不會晚上六點 可能八點才到家 而且這裡距星數也算有點距離 對啊 好我們接下來會走到這邊 附近有一個很不高的 制高點的展望台看看 這邊有夕陽 好漂亮還看它富士山 默默的有山頂可以看得到富士山 對 雖然很小一點點 好然後呢 右手邊 這邊 可以看到一堆 集合住宅 想要搬到這邊的人就知道囉 對沒有很多小孩在打球 其實我們可以做浮動產的對不對 可以介紹那個 用走的 這邊有一個非常非常不明顯的 小小的富士山的頭 跟夕陽 那也就是日本人 禮拜天在家附近 休閒的風景啦 對啊 我們現在到了賀木東公園 前面有個小山 其實我們在上面看看 可以看到什麼 好啊 雖然我們時間是有點趕 不過唐木田這一站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就是左邊有一大片的高爾普球場 然後右邊就是集合住宅 跟我們剛剛走的這 其實蠻大一片公園的區域這樣子 好那我們下一站 就往新代田的方向走 Let's go 最後一站我們從唐木田 坐大概46分鐘的車 往東邊回到比較熱鬧的 在夏北澤旁邊一站的新代田 這邊應該也算蠻尷尬 因為已經跟新宿很近了 然後它也是各個不同的 叫什麼 電車線的交匯之處的中間站 所以感覺新代田在中間 可能沒有什麼景點 所以我們在那邊看 你們找什麼東西去吧 對 因為它離夏北澤才一站 所以如果我們稍微往夏北澤 走個三五分鐘 就是夏北澤了 對 就很難 也是跟上次那個南新宿一樣 對 旁邊全部都是熱鬧的地方 反而很難發揮 真的 對 我們能夠做呢 就是盡可能在距離車站越近的地方 找能夠吃東西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找這家叫做 Basanova的拉麵店 這車站附近的景色長這樣 一出來就是一個 車子動得很快的馬路 對 就代表這一區 應該是住宅區 但是車流量很大 對 是主要的交通幹道 這邊距離車站走路大概三分鐘 三分鐘 對 對 現在還沒六點 所以有位置喔 對 這家店啊 這是泰式風格 它有綠咖哩 然後東亞魚夠 還有辣沙 你看還蠻特別的 我點的是綠咖哩口味的沾麵 這裏是綠咖哩口味的沾麵 還不錯還真的 好吃 喔 好好吃 那我點的一樣是綠咖哩 但我點的是拉麵 嗯 基本上就是你想像中的綠咖哩的味道 那我覺得因為是拉麵的關係 所以它比一般的綠咖哩還要再濃郁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口味還蠻新鮮的 如果喜歡吃泰式的人可以來吃吃看 我們吃完Bassa Nova 然後現在要走路到這附近唯一一個景點 叫雨田川的公共澡堂 雨田湯 這附近雖然沒有什麼公園或景點 可是剛看了幾個房子 然後包含走到這邊 其實這個房子蠻有設計感的 對啊 對 所以好像也不是那種 集合住宅或什麼 反而我覺得好像還蠻有質感的 對 東京真的是充滿驚奇 有種小小的 傾停轍的感覺不知道是什麼 而且旁邊還有竹林 真的 一般住宅區怎麼會有竹林 不太合理 而且我剛才說他在那個大馬路旁邊很討厭 結果走進來一下下就突然變得 我知道了這裡很像中山站 就是雖然中山站外面也是中山北路 但是小巷子裡面就有很多可愛的小店 好吧 那我誤會他 我稍微給他一點credit 好 還蠻可愛的啊這個Bakery 真的耶 Komokino Hoshi 好吧 你們說隨機冒險總是不讓你失望 對 這邊就回到比較一般住宅的感覺 不過我看這裡蠻多獨棟的 對啊 這裡是有錢人的 對所以可能也不像 就不像我們今天去了那個集合住宅 這邊感覺蠻多獨棟的房子 對啊 可能就不便宜這樣 俄羅雅蘭也是蠻多的 還有Uber Yeah 喔小神社 欸有個小神社 參拜一下 好 參拜一下 是玉月神社 是玉月神社 啊玉月神社 我們大概走了八分鐘 然後來到這個地區的潛塘 叫做雨田川湯 然後剛剛我們在這裡還等了一下 因為就是 好像還蠻熱鬧的 有很多人陸陸續續 泡湯進進出出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這個就是地區的潛塘 因為大家就是騎個腳踏車 對 在家附近 然後就過來這邊泡湯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 還蠻地位的 地位叫什麼就是 吉米啊 很Local 很當地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的三站就這樣結束 因為應該沒有時間去第四站 那我們來講一下現在的感想吧 我覺得今天第一個就是還蠻幸運的 因為第一站算是有一個小小的觀光景點 那個觀音室還蠻厲害的 然後中間的站就是普普通通 但至少還有個公園 然後最後這一站的話也算蠻幸運的 因為雖然它真的是一個很小的住宅區 可是呢 它就有餐廳 有一個還不錯的拉麵 然後小小的一個有趣的區域 再加一個潛塘這樣 也不算是完全空白 所以我會說今天是運氣還不錯的一天 我的話應該是 就是東京我真的 做了那麼多次的隨機冒險 我還覺得我其實真的還不太懂東京 就我懂了也是大的車站附近 但是其實很多小的車站周邊 也不是說小啊 就是說很多我沒聽過的車站的周邊 居然有很多就是我沒有 我不知道的景點 然後這些景點其實都還蠻適合旅遊的 對啊 因為像河邊這站其實很大 對啊 然後那個什麼觀音室其實也很大 都是一個 我覺得單獨來看都是一個大景點 只是因為他可能 不像什麼前朝那麼有名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回車站吧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東京水晶冒險第9集囉 好我是包 宋文 宋文 拜拜 拜拜